看这种法国面包是主打金字塔顶端的课程 为庆祝120周年年庆 600块钱的面包呢 前170个限量下杀到6折 就吸引了很多民众赶快来排队 这个队伍呢 从店里头排到了店外面 即使是一次买了16个超过了5000块钱 有一些老主顾呢 还说真的是很划算 排队民众一个接一个 玩玩去去队伍从店里排到店门外 全都是为了等待下杀6折的法国面包 原价一个600元的法国面包 前170个限量6折 即使得赶早排队 民众也不放过 面包台忙不停 结账人潮更是没停过 人手一包不够看 这位小姐一次就好几大包 两只手几乎踢不动 确认一下素质 好好好 这边有提示的部分 这16个都在这边吗 没有这边还有 很有四带 一个省240嘛 那你乘以16我看省多少钱 我大概花5600块钱 我觉得我赚到 光买面包就超过5000块 一般人听得折舌 不过其实老主顾算盘打得精 因为原价来算 平常这样买就得花上上万元 重点是高价面包 难得打折 当然得趁便宜时多买一点 这天新闻台北走不到 好看